袈裟冲突已延宕九个多月 前所未有的人道灾难不断加剧 近四万无辜平民丧生 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底线屡屡遭到突破 安理会第2735号决议已通过近两个月 有关国家口口声声称停火谈判正在进行 但在过去的两个月 以色列还在持续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 平民的生命不应该成为谈判的筹码 军事进攻也不会为解决人质创造条件 谈判不能没有期限 拯救生命刻不容缓 缓解人道灾难不容拖延 我们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塞加沙的一切行动 我们也敦促美国对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 推动尽早实现停火 中方支持安理会 为推动落实有关决议 采取进一步的必要行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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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